看清楚大家看到 噢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開始明白為何杜盟就會尿以蓋電池籠 喜歡吃第一碟的就舉左手 喜歡吃第二碟的就舉右手 我數三 很棒 我吃了 哎呀 有没有牛味呀 你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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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了 我不懂煮食的 是啊 喂 有人找人幫忙 第五集 33分30秒開始的菜 你懂得煮嗎 知不知道 啊 飛完水呢 茶醬 茶完醬呢 啊 茶完醬後 酒油 知不知道是酒油啊 都不知道 是好吃 好吃 好吃 喂 有沒有看八大廚啊 有 想不想吃啊 你煮啊 是啊 我煮啊 不想 你要答想 我今天要煮的呢 就是外賣仔 在蒙眼挑戰裡面的那道菜 東波牛尾 而且呢 我會展示兩個煮法 一個呢 是小弟獨創的煮法 另外呢 就會跟蹤外賣仔的竹本煮法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 道文就會吊咬電池爐 但是牛尾不懂煮呢 很韌韌到拆膠 你看它是用一些鯉來醃肉的 除了可以增加那個韓式風味之外 也都可以利用裡面的天然酵素 達到整鬆些肉的效果 幸好我見它拿了電飯煲出來慢煮 應該都不會太韌吧 整袋東西放在電飯煲裡面就搞定 新手如我都可以輕鬆處理 然後呢 我就會用外賣仔的做法 從頭到尾煮一次 傳統的做法呢 就是先將牛尾出水 然後走油 至於為什麼要走油呢 就要短時間內用高溫瓶肉的表面封住 這樣才可以原汁原味 鎖住肉的營養和水分 你又說植物油不能加熱的 看看哪些食物油 這個呢 就叫做一個叫做酒油的過程 酒油來說呢 最重要是油溫夠熱 然後呢 就可以鎖住那個肉的表面 那裡面的肉汁啊 營養就不會流走 就只是鎖住了 那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有時候吃完東西 整口油 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炸東西的時候 油溫不夠高 然後呢 就所謂的油的氣就沒有散到 吃東西就整口油了 那之後呢 我們再拿去高壓鍋燉的時候呢 可以營養保存得好些 然後呢 就把所有的食材丟收入壓力鍋裡 45分鐘就可以吃得了 喂 等了那麼久呢 都有點肚餓 不知道有得吃味呢 咦 似乎 好像可以了 聞到還挺飽味 那重點來了 我們原力的煮法呢 就不用糖 亦都不會加澱粉 中日韓呢 都有豉油的 不同地方不同氣候不同尺度 豉油裡面的烤素不同 出來的豉油呢 就是有不同地方的風味 那至於韓國的豉油呢 如果大家有韓燒過的話 都會見到的了 它給我們那碟豉油呢 就甜甜的了 其實呢 他們是混了蜜糖的 那有時候呢 他們在蜜糖下面還會加上懷炎的 這就是韓式的飲食文化 菜式已經絕好 是時候無眼試試它了 好 開口 聞一下 師傅你怎麼看呢 兩塊都很接近 尤其口感上 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就是一個有咬厚一點 一個就軟一點 但是兩個都是我的接受範圍 同意 第二塊呢 是相對地多一點照頭的 第一塊呢 就入口即化多很多 嗯 如果以牛肉來說 就是我兩個都OK 就是看一下你當日 喜歡吃什麼 因為剛才就算你說有咬頭 那一隻 都是可以咬得化完的 第二塊就香的 我覺得跟第一塊去比的時候 那至於那個味道就 兩個都不相伯仲叮當碼頭 其實喜歡吃第一碟的 就舉助手 好 喜歡吃第二碟的 就舉右手 我數三聲 三 二 一 好 那大家可以拿開你的眼罩了 那師傅喜歡是 你剛才是舉什麼手 我這麼記住 舉右手 右手就是第二碟 第二碟就是這一碟 嗯 這一碟呢 就是我們原力出品的煮法 就是放進電飯鍋裡 就只有兩個小時就可以吃的 水哥呢 就喜歡吃黑白大廚原版的那隻 那由於水哥是喜歡黑白大廚那一集 的那個Version 那又是盧鵬高人 我啊 哈哈哈哈 原來這個節目是淘汰評判的 大家喜歡吃就好 那今集的碗完後續呢 是會跟大家說一下究竟用什麼蜜糖好 那些理怎麼分 切蔥切大蔥有什麼分別 等等的這些詳細呢 尤其是如果你是懂得煮東西吃的 那就可以選擇這個黑白大廚的版本煮 那後續呢都會再用科學原理 分享多一點給大家聽的 那如果好像我這樣完全不懂得煮東西吃 很懶的呢 那歡迎選擇我們原力出品的這個黑白大廚 第五集33分30秒由這個外賣員 所註出的所謂東波牛尾的這個版本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集片來這裡,下集片再見,拜拜! hearts 哈哈哈 都幾軟 好味啊 這個藥材味多些 就是醬油 是醬油 是的 都幾軟 嗯 感谢观看